今天好戰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萬代版代SD-DAN三國創結傳的編號17 夏侯淵拖爾吉斯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直接給大家看商品本身 商品組裝完成後其實我必須講 因為已經有他之前的夏侯純的那個 哥哥拖爾吉斯3的機體出現 我覺得基本上除了盾牌跟臉不一樣的話 其他真的沒有太大的差異性 然後歷史上夏侯淵是一個 感覺就是一個笨蛋 就是所謂的蟒夫 就是很會做出愚蠢的事情 然後據說他是被黃宗給殺死 我其實不是很確定 我回去看一下歷史書 好像是被黃宗用利劍給射死 然後機體的出處 拖爾吉斯是在 鋼彈W系列 我們幾乎所謂的80後的小孩應該都知道的 鋼彈W系列中出現的 鋼彈原型機 或者可以說是里歐的原型機 拖爾吉斯 然後最大的特色就是 白色的造型以外 其實後面照理說 一樣要有兩個所謂的噴射器 可是他跟他的哥哥一樣 並沒有那樣的噴射器 有點可惜 然後武裝部分 其實他跟哥哥 基本上我覺得真的是一模一樣 除了槍 差不多以外 其實另外一個比較可惜就是盾牌 盾牌的部分 我是還蠻喜歡用這種透明的零件來當盾牌 看起來還蠻好看的 然後機體的貼紙的部分 除了眼睛 他的眼睛 這個面具一樣可以跟哥哥一樣 這個系列SD 創結狀系列的貼紙 基本上臉的部分 單眼的臉 基本上都可以拆下來 可以看到裡面有像鋼彈的臉 我才發現我現在沒有裝他的貼紙 給大家看一下他貼紙的部分 我怎麼會完全忘記裝他的貼紙 也蠻妙的 他貼紙的部分 除了我現在有介紹的 這裡 他貼紙的部分其實就是在這個 頭頂的這個法 這一個 像攻擊頭的這個 法式 這邊其實有貼紅色的貼紙 但本人並沒有貼 另外就是腳掌的部分其實 基本上是黑色 可是他前面這邊是可以黏白色的貼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肩甲部分 其實他除了金色以外 其實這邊金色部分 他也有一個 橘色貼紙 基本上貼紙就這幾個部分是貼紙 其他部分並沒有貼紙 本身成色是一樣白色 可動性來講 基本上跟本人之前介紹過 拓吉斯 是一樣的 然後 槍一樣可以拿起來拿在手上 像射擊一樣 這樣可以射擊 然後可動性來講 肩甲一樣 跟之前拓吉斯一樣 因為他這邊是球型的 所以相較之下 可動範圍還比較廣一點 腰一樣可以轉 腿部的部分 因為他反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 裝上了這個所謂的 另外的鎧甲 所以他反而 腿部的可動範圍 從側面看 他會被自己的 裙甲 這算腿部的鎧甲 給擋住 他只能到這邊 只能到一個七字型 有點可惜 本身 橙色其實我覺得不張 貼紙也蠻好看的 槍裝錯面 這是 夏侯淵 拓吉斯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 這是 凡代的 三國創結狀 的 其實我蠻希望他們 換一架機體之類的 所以好像每次夏侯淵 跟夏侯敦 每次機體好像都很像 可是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愚蠢的弟弟的角色 側面讓 側面讓 後面讓 上面讓讓 忘記貼貼紙 下次再貼貼紙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